俄副总理批评中共在俄高铁项目无经济效益,中共参与的在俄罗斯新建高速铁路项目在欲波折。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批评相关项目,没有经济效益媒体和分析人士说,中共曾计划提供贷款的这一高铁项目,还遭受腐败。以及地方民众,对中共不满和抗议的困扰。 副总理莫斯科喀山高铁,不适合实施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希鲁安诺夫12月25日,批评了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他说,这一项目因为根本没有经济效益,不适合实施希鲁安诺夫说。 类似的高铁项目,通常在人口稠密和人员流动多的地区实施。 如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,建设高铁,或许是正确的决定。 但政府目前还没有这一计划他说,即使专家们能论证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可收回成本,但莫斯科和喀山两地之间,有空中交通联系不管怎样飞机总比高铁快。 希鲁安诺夫说,如果利用这条高铁,往来中国运输集装箱货物成本将非常昂贵。 与海运和普通铁路运输相比经济上同样赔钱他说,即使在中国,高铁也并非到处都能盈利多年前开始讨论,至今不能开工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由中共参与。 目前已有计划这条铁路线路,未来甚至能一直延长到北京为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服务。 中俄两国领导人,早在多年前就讨论这一项目双方还签署了。 政府签文件几年前,甚至有报道说,这条高铁,能在201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前建成通车。 但后来不断有这条高铁项目新的开工日期的报道,有报道说项目会在今年开工。 也有报道说,官方计划这一项目中的莫斯科喀诺夫哥罗德段,在2024年建成投入使用。 中共支持项目,有意投入重金俄罗斯铁道公司,曾在两年前表示,中共有意为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,提供4000亿卢布,按照目前汇率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贷款。 俄罗斯铁道公司领导人说中国的思路基金会,和其他相关国有银行,都会为这一项目注入资金。 此外为项目实施双方还成立了联合设计公司等机构。 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去年表示,中共非常感兴趣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。 两国以为线路的第一个地段,准备了技术经济资料。 普京表态中共展示,高铁普京总统,在今年6月现场回答民众提问时表示, 中共参与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,能巩固双方联系促进两国关系发展。 普京稍后,访问中国大陆时,中共有意向普京,展示高铁普京同。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,共同乘坐高铁,从北京抵达天津。 但俄罗斯公报报道说,普京在10月份,已对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提出了质疑。 他让政府内阁再次讨论这一项目,普京,还在11月份下令俄罗斯交通部,根据中共使用高铁的经验。 对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经济效益展开评估。 批评声音多俄罗斯交通部长吉特里赫,11月下旬,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表示莫斯科喀山高铁可能影响航空运输业。 他说这条高铁,不会对公路和普通铁路运输构成威胁。 但却是空中航运的主要竞争者,除了副总理希鲁安诺夫外。 这条高铁项目,也受到了其他高级人士的批评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。 目前是俄罗斯主要国有银行对外经济银行副总裁的克略帕奇说, 这条高铁未必能达到想要计划的速度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时金,一个多星期前也表示, 如果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间建设高铁,可能要比莫斯科与喀山之间的高铁,更有经济效益。 腐败使项目停滞部前达达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尼哈诺夫说, 副总理希鲁阿诺夫,批评高铁项目说明现在政府没钱如果政府有钱。 这一项目就会实施俄罗斯媒体曾报道,由于到处都需要回扣。 中共在俄罗斯所实施的许多项目,其中包括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也不例外。 政治学者别尔科夫斯基说,腐败使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停滞部前, 引起民众抗议不满中共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,除了腐败困扰和批评声音外, 这一项目也面临着俄罗斯民意的压力尼科里斯基。 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共参与的这个高铁项目,也非常重要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。 一些规模不太大的抗议活动人们,抗议拆迁抗议者们,都非常坚决。 在这些抗议活动中,甚至有反对中共的口号人们,直接表达对中共不满。 缩短交通时间,额,尚无高铁线路全长将近800公里的莫斯科喀山高铁线路计划火车。 时速为每小时400公里这样能把莫斯科与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之间的铁路交。 通时间从目前的14个小时,缩减到3.5小时公报说,俄罗斯现在没有高速铁路。 但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,以及圣彼得堡和芬兰赫尔辛基,还有其他几条线路之间,有高速火车运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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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